这一条就是我上次讲Completing Square 最后的一个例子来的 那上次最后的一个例子 我们计到X当然有两个根 第一个根就是等于X等于二分之一加跟好七除以二 第二个根就是X等于二分之一减跟好七除以二 OK,那计到的答案当然是好 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折省了 这个Completing Square这一部分 复杂的这一部分呢? 因为其实这个步骤也挺多的 那...答案是有的 我们怎样做呢? 我们是时候要发挥代数的作用了 那怎样发挥代数的作用法呢? 我讲的是... 例如这里有一条一元二次方程式 对吧? 我们只需要将它们所有的数字 全变成A,B,C 例如这个2变成A 这个-2变成B 然后这个-3变成C 这样的玩法呢? 我们就会将这一条式 变成左手边的这一条了 那这一条呢? 就是AX的平方加BX加C 那概括来说呢? 你可以说... 所有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都可以用这个表达式来表达的 只不过不同的是... 我们每一次的A是不同的 每一次的B不同 和每一次的C不同而已 那只要我们有方法... 有方法啦... 找到这一条式的通解的话呢? 那... 基本上... 所有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都可以... 迎刃而解的了 那... 我们... 最后得出来的一条方法呢? 就叫做... 求根公式 因为你只要... 用这条方法 再适当地... 放些A,B,C 下去呢? 那答案就会自然浮上面的了 那... 我们首先... 要着手研究一下 怎样可以... 找这一条式的通解 那... 第一件事... 要找一个通解呢? 那...其实... 都是要... 将这条式去... complete 做一个square 那... 那...怎样做呢? 我之前说过... 我们要将... 这一个A 踢走 怎样踢法呢? 那... 整条式除以A 然后... 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将... Constant 这个常数项呢... 踢到右手边的... OK... 那... 来了... 整条式除以A呢... 那... 这个X的二次方... 就会变回X的二次方呢? 然后... 这个就会变成... 加B... 除以A... X... 了... 那... 把这个C踢过去之后呢... 它本身是... C... 除以A... 那... 右手边... 今次变成... -C... 除以A... OK... 那... 然后... 就是... 要... complete了... 这一块的Square... 那... 这一条式就变成... X的平方... 加... 2... 乘以... X... 再乘多一块... 就会还原上面这一块... 那这一块呢... 就是... B... 除以... 2... OK... 那... 之后... 我们又无中生有了... 加一块东西... 这个就是... 括弧里面的... 这一块... 的平方... 那... 由于... 左手边加了... 右手边... 又要加一块... 一块... 另一块... OK... 那... 那... 整个... 左手边... 这块... 就可以... 变成一个... 完全零方数了... 就会变成... A加B的平方... A是X... 加B是... B over 2A... 的平方... 就等于右手边了... 右手边呢... 只要通一份... 那就会有... B... 平方... 减... 4... A... C... over... 4...A... 的平方... 那... 然后... 下面那两部就容易了... 分别... 两边开更好... 那... 左手边就会有... X... 加B... over... X... 等于... 跟号... B... 减... 4... A... C... over... 2...A... 然后... 将这个东西... 踢到右手边... 那... 我们就会得出最后的答案了... 就是现在... 红色的这条... X... 等于... B... 正负... 开放... B... 平... 减... 4... A... C... over... 2...A... 那... 那... 这条色呢... 无敌在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们... 出这条色的基础呢... 是一个... 怎样说呢... 是一个通用的表达色... 那就是说... 所有的一元二次方程色呢... 都可以... 用... A...X... 平方... 加...B...X... 加...C... 来表达... 那...所以... 我们日后呢... 遇到任何一条色... 例如... 这一条... 我右手边这一条... 那... 只需要适当地... 代入这些A...B...C... 例如... 这个A... 这个B... 是-2... 这个C... 是-3... 那... 只要把这些A...B...C... 代入... 那... 我们... 就会... 很容易... 找回... 我们... 上一次找到的这两个答案... 那... 立刻试一次啦... X... 等于... -B... 那... -B... 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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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后... 正...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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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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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然后我们... 进行一个简单的化简... X就会等于这个就变成正义了 那里面就变成了跟好28 下面是4 那跟好28是什么呢? 跟好28 我们在旁边写 这个跟好28 我们知道28就等于4 2乘以7 是不是? 那跟好28 就等于跟好4乘以跟好7 那跟好4就等于2 那跟好7就留在这里 那就等于2个跟好7 所以这个东西 最后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等于 2乘以2 2个跟好7 2乘以4 所以最后最后 我们只要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2 我们就会有最后的答案 X等于1 正乎 跟好7 除以2 那就是我们上面 X的两个解 只不过它将它合併了成为一个表达式 那你看到 2分1就在这里 2分1 正 跟好7 正 跟好7 正跟好7 2 还有负跟好7 2 就是下面这个 那这个 就是我们今次想说的一个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 求根公式 或者叫 contracted formula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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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